玉西地区农会推动在地农产业之余 更发挥了地方企业社会责任 今天上午串联在地青农 玉丽以及官邻益销分队 办理道政捐血活动 益销弟兄晚秀捐出热血 而在地生根的隔拳 也提供了120只的樱桃鸭共享盛举 让捐血的民众是大牌长龙 活动还没开始 树荫下早已坐满了准备捐血的民众 玉西地区农会道政捐血活动 在地生根经营超过20年的 隔拳鸭场义本初中 提供120只的樱桃鸭 给捐血民众补补生 乐的民众是排队捐血 有有有 那这次还没捐出来 还没捐 捐了有去拿到了 这次打算要捐多少 500 上次也有拿到樱桃鸭 就是上一次 这一次对 可以的话要来 那你要捐多少 现在250 玉西地区农会 推广辅导在地农产业不遗余力 我们用蜜香茶粉 然后弄在面团里面 所以那个茶粉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茶叶 不让在地青农专美于钱 玉丽以及观音艺销分队 在分队长林洪茂 曾国旗的带领下也一起到镇 晚袖捐热血 这次特别是跟玉西农会来办理合作 玉西农会资源很广泛 那所以也希望说 能够号召更多的人来做捐血活动 让我们的血库能够充足 一礼一销 这个是我们这个年度常态性活动 我们已经行之有五六年了 今年因为跟农会 我们把它扩大举行 能够募集更多的一些热血 玉西地区农会登高一呼 众山响应 到镇来捐血 民众的热情 也令农会感动 有信心 突破去年的捐血记录 去年的返享还不错 我们总共一天的时间 捐了两百代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 今天大家现场也很热闹 我们有准备很丰盛的礼物 玉里镇到镇捐血活动 除了樱桃牙 现场也有玉里青农 所提供的甜品DIY 以及农会的农特产品 福袋 纪念品丰富多样 前来捐血的民众 各个踊跃捐出热血 也让缺血的血库 一下子能充满格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